今天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那么就是我要单飞了 以后我不会再跟方快哥一起合作拍视频了 因为方快哥那个家伙实在是太火了 天天有人在评论区里面说他比我帅 明明是我更加帅好不好 所以以后大家看到的都将会是我单独出镜的视频 希望大家以后能更加喜欢我 少点喜欢方快哥 说了那么多我感觉肚子好像都有点饿 好了我现在要去房子里面找点吃的了朋友们 我待会就回来 发生了什么朋友们 我刚刚在厨房好像听到这里发出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有人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我不好意思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录视频不是在直播了 让看看那些怪声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难道是床底屋 我早上好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已经等不及要去找大傻春一起去抓水母了 哈哈哈哈开个玩笑 因为我跟大傻春最近天天都在看海绵宝宝 都有点看中毒了 奇怪大傻春家的门怎么是开着的 大傻春这个人虽然平时看起来呆呆的 但是其实十分的小心谨慎 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忘记关门 他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到底这个是什么 相机 大傻春的宝贝相机怎么掉在地上 难道他昨晚在这里录制着些什么吗 这家伙该不会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吧 让我把这些录像导进电脑里面看看 大傻春这个家伙在筹划着些什么 把内存卡插进电脑里面 好了 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傻春 今天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那么就是我要单飞了 以后我不会再跟方快哥一起合作拍视频了 因为方快哥那个家伙实在是太火了 天天有人在评论区里面说他比我帅 明明是我更加帅好不好 所以以后大家看到的都将会是我单独出镜的视频 希望大家以后能更加喜欢我 少点喜欢方快哥 说了那么多我感觉肚子好像都有点饿了 好了我现在要去房子里面找点吃的了 朋友们 我待会就回来 大傻春这家伙怎么自欺欺人呢 难道他不知道观众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吗 等等那个是什么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我怎么好像看到了大傻春的床洞一下 等等等等等等 什么什么我得先冷静一下 大傻春被一股奇怪的力量拖到了床底下面消失不见了 是谁带走了大傻春是谁 这太恐怖了 我该怎么办 我要直接打开他的床底看看吗 等等不行 我想我最好先带上些工具什么的 因为这里的下面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带上这些火把和武器 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大傻春等我无论如何我都会把你给安全救出来的 三二一走你 大傻春就是在这里被带走失踪了的 好了深呼吸 三二一跳 我来了大傻春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大傻春的房子下面怎么会有条那么阴森恐怖的隧道 我天哪这里有好多的窟窿 大傻春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该不会已经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不会的不会的 大傻春一定不会有事的 都说傻人有傻福 大傻春那么傻一定很有福气 越往里面走感觉越阴森 幸好我带了些武器进来 不然要是待会遇到点什么危险就完蛋了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个看起来像是村庄的村庄 这里还有些村民在这 不过这些村民看起来就跟这个地方一样不太正常 大傻春该不会就是被这些奇怪的家伙给抓进来的吧 大傻春别害怕我一定会把你给救出来的 这里真的很臭 臭到我都感觉快无法呼吸了 难道这些奇怪的村民都不长鼻子的吗 我天哪这里有好多的墓碑和古代兴趣 真令人毛骨悚然 我感觉有点害怕 因为这里不停的传出些奇怪的尖叫声和其他声音 我该怎么办 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些奇怪的村民有好吗 我应该上去跟他们打听打听关于大傻春的消息吗 算了我想我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万一给我惹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完蛋了 我还是绕过这些家伙自己慢慢寻找大傻春吧 老实说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来过这么恐怖的地方 上一次去这些恐怖的地方还是上一次 奇怪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这里的这些村民好像都没有眼睛 难怪他们都对我视而不见 原来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我 不过既然他们没有眼睛 就代表着他们其他的感官系统十分的敏感 所以我想我最好轻一点别发出太大动静 避免惊扰了这些家伙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大傻春就在这的附近 他会在哪里呢 大傻春你在这么大傻春 没有回应 大傻春现在一定是被他们给困在这里的某个房子里面去 等等那里为什么会聚集了那么多那些奇怪的家伙在那里 哦天哪他们在干什么 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他们正在残忍的伤害那个无辜的普通村民 我该怎么办 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我单枪匹马的根本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了 不好他们好像逐一逗我了 他们正在朝我过来 快跑快离开这里 我现在必须拼尽全力的逃跑远离这里 甩掉这群家伙 不然我将会受到和那个村民一样的同等遭遇 终于甩掉那群难缠的家伙了 我现在开始有点担心 大傻村会不会跟刚刚那个普通的村民一样 已经被处决掉了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我夺虑了 大傻村一定不会有事的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有没有人能来救救我 等等这个不是大傻村的声音吗 声音好像就是从这个房子里面传出来的 大傻村一定就在这里 哦天哪大傻村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我找你找的好苦 方快哥见到你真高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说来话长 现在当务之急事得先从这里出去 让我们走吧大傻村 这里不安全 有什么话让我们离开这里再说吧 我们得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已经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上一秒钟的时间了 让我们走吧 赶紧找到出口离开这里 方快哥快过来看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铁门 我猜这个或许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出口 让我们走吧大傻村 离开这里从这里出去 哦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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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我们中计了 哦不别这样 你们想要什么我都能满足你们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钻石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钻石 求求你们放过我 我不天哪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没事我还活着 有人吗这里有人吗 有没有人在这救救我 救救我 而我的头好痛这里是哪里 我这是在哪 大傻村呢 大傻村去哪里了 等等我想起来了 我和大傻村中了那些奇怪的村民的圈套 然后被关起来了 我得想办法赶紧从这里出去才行 不知道大傻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从这里出去 等等是村民那里有一个普通的村民 嘿你好 请帮帮我 请帮我离开这里 哦天哪谢谢你村民谢谢你 太棒了 有了这把铁岛从这里出去 对我来说就是易如反掌 好了现在让我来用这把铁岛 把这里给挖开 然后从这里出去吧 成功了我成功从那个囚龙里面出来了 好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大傻村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给我受死吧 之前是我对你们太仁慈了 才让你们有机会再次伤害我跟我的朋友 现在我可不会再对你们手下留情了 统统给我下地狱去吧 大傻村你在这么大傻村 可恶他们到底把大傻村给藏哪去了 不管怎样我都一定会再次找到大傻村 带他离开这里的 救命救命救救我 等等是大傻村的声音 这个坑里面传出来了大傻村的声音 大傻村一定就在这里面 大傻村一定就被困在了这里面 让我把这里给挖开下去解救大傻村 没想到那群可恶的家伙 居然把大傻村给困在了这个无边的深坑里面 大傻村别害怕我来救你了 好了我们到了 我天内方快哥 你来了方快哥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居然真的是你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了你的声音 然后就跟着你的声音找到了这里 真高兴你没事 我也是 我们得想办法摧毁这个可恶的地方 然后离开这里方快哥 那些可恶的家伙正在源源不断的从外面 抓捕那些无辜的村民进来 然后把他们给杀害掉 可是我们该怎么摧毁消灭掉这里 别担心我已经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我发现了他们的军火库 如果我们能悄悄溜进里面拿走那些武器和炸药的话 这样我们就能摧毁消灭掉这个鬼地方了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让我们走吧 找到那个军火库 用武器消灭掉这个鬼地方 跟我来方快哥 那个武器库就在这边 前面就是了 好了我们到了 让我们进去吧 我不情况不太好 门被堵上了 这里武器库的门被堵上了 看来他们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所以早早就把门给堵上了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别担心大傻村 既然正门进不去 那么就让我们换种方式进去 等等这个是什么 快上来大傻村 我找到可以进入这个武器库里面的入口了 我来了我来了 好了事不宜迟让我们进去吧 三二一走你 我们成功进来了 不过这里面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 如果我们想拿到那些武器 那么就一定能穿过这些红外激光射线才行 我们该怎么办方快哥 让我看看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等等看那里的上面大傻村梯子 那里有梯子 我们可以用那些梯子从这里进去 哦不好失败了 让我再试一次 小心点方快哥 千万不要碰到这些激光 不然你可能会被烧焦的 放心大傻村 这可难不倒我 成功进来了 没时间浪费了 现在让我们尽快收集这些武器 把他们全部都给拿走 好了让我们走吧大傻村 出发去消灭掉那些奇怪的家伙 摧毁掉这个邪恶的村庄 他们将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 通通都给我出来 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 一个都别想逃 通通给我嘎巴 现在没人能阻挡得了我们了 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 你们将会为你们伤害无辜村民的行为 而付出应有的代价 让我们继续去消灭掉这些奇怪的家伙 大傻村 这里还有 这里有好多那些奇怪的村民 好了开启战斗准备 一个都不要留 通通给我们下地狱去吧 你们这群邪恶卑鄙的家伙 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你听到了吗 大傻村像是某种庞大怪物的怒吼声 等等大傻村不好了 快看那边 哦天那是一个巨型怪物村民 这个深坑里面居然藏了一个那么大的巨型怪物村民 我终于知道之前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推下这个深坑里面 因为我和那些普通的村民是他们抓来投喂这个巨型怪物的口粮 这太可恶了 让我们用我们的武器来消灭掉他大傻村 我想只要消灭掉了他 这个邪恶的怪物村庄也会跟着一起被摧毁掉的 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 这个巨型村民怪实在是太强壮了 这些武器对他来说就像是挠痒痒一样 一点用都没有 看来只能使用我们的绝杀剂了 TNT 让我们用TNT来消灭掉这个家伙 大傻村你负责在这里开枪吸引他 我偷偷溜过去给他布置一个巨型TNT炸弹大礼包 好的没有问题 让我们开始行动起来吧 快点快点再快点 让我在这里多放上一些TNT 把这里全部都放上这些TNT 准备自食其果把你这个大块头 好了嘛方块哥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再坚持一下大傻村 我这里马上就好了 很好好了 大傻村开火点燃这些TNT 很好跑快跑快离开这里 快离开那里大傻村 让这个巨型怪物村民尝尝我给他精心准备好的TNT大礼包吧 慢慢享受吧大块头再见了 我不不是应该是再也不见我们要走了 快过来大傻村出口在这边 我找到出口了 快跟我来 让我们逃离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快快快 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我们终于成功逃离了那里 我们打败了那些怪物 摧毁了那个怪物村庄 我们成功了 哦天哪外面的空气可真舒服啊 房子我好想念你我的房子 啊早上好啊大家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睡了个不错的觉 真是奇怪 我怎么好像看到了太阳 等等我就是在哪里 我不记得我昨晚睡在了这个地方 而且这里怎么这么高 我低天啊 我刚才是眼花了吗 还是我没睡醒怎么到处都是僵尸 我的天哪我好像被包围了 情况很糟糕 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孤苦无依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一觉睡醒就出现在了这里 这是一个噩梦吗 可真是太糟糕了 一针奇怪 我这是在哪里 太好了 我听到了麦琪的声音 麦琪你看到我吗 是的 我看到了 我低天啊 地上好多僵尸怎么回事 看起来麦琪也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 麦琪你先不要轻举妄动 杰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刚睡醒就发现我在这个鬼地方赶紧想想办法吧 我可不想掉下去被这些僵尸当成早餐 老实说麦琪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待在这个地方 我今天早上睡醒情况跟你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小 但是前面这里有一个大方块 或许我们可以到前面去 我们试着过去吧 麦琪 同时我们千万要小心一点 不要掉下去 好吧 那我们走吧 我先过去看一下 我会先把这里打破 然后收集这些方块来搭建一座桥过去 现在我有五个泥土方块 我想应该足够我过去了 很好 现在活成功抵达了这个大方块 麦琪这边很安全 你可以过来了 干得漂亮 杰杰 心里在我需要做的就是把麦琪救下 杰杰现在我只能靠你了 放心吧 麦琪现在我就收集这些方块 不去拯救你麦琪里这个大方块实在是太远了 所以我要收集很多的泥土方块 才能够让麦琪安全抵在这里好了 麦琪你等着我现在就搭建一座桥过来 你千万不要乱动很好 我已经很接近了 马上就要到了 我好像已经没有方块了 麦琪 我想你应该可以跳过来了吧 应该可以 我试试看 一二三跳 成功了 太好了麦琪 你做到了 看得不错 下面真的很恐怖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条泥土方堡 是的 这里看起来实在是太危险 赶紧到对面那个大方块上面去 很好 成功抵达这里 我想这里应该会比别的小方块更安全 是的 看看下面人就有好多僵尸 简直太恐怖了 麦琪 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待在这里 不过光是在这片空地上也不是办法 我们把这里改造一下吧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大方块变得更适合我们居住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又要开始收集物资了 我看这块大树就不错 对啊 我们赶紧把这棵树给砍了吧 拿走所有的木头 这可是生存必须具备的 木头的用处可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收集物资 第一个就是先收集木头 不错 我现在拥有了六个木头 接下来让我来看看有什么东西还可以拿 可以等等卖起 我注意到一些东西快看周围的这一些柱子上 放着有一个宝箱 工作台还有烤物 我们把它们都拿走吧 我实在是太好奇那个宝箱里面有什么 说不定能找到宝物走吧 卖起我们收集泥土方块过去查看一下 好的没问题 赶紧动手吧 就像刚才那样利用泥土方块来搭建一座桥 我们就能轻松过去吧 现在我只需要打开这个箱子 姐姐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 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像垃圾 感觉这些物质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一个熔岩桶一些冰块和一块海边 我弟天啊 怎么是这些鬼东西这些东西我都不明白 拿了有什么用 所以我才说里面的东西像垃圾 有吃的吗 我饿了 等等麦琪 我想到一个主意 或许我可以改造一下 这些物质就会变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 真的吗 那当然了来吧 现在就让我来开始 冰块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打过 它就会变成水 然后我会在另外一头放上熔岩 当水和熔岩相遇 它就会产生石头 快看那麦琪 我们现在相当于有了一个能生产石头的机器 看起来也太棒了 这下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石头 是的 收集到了足够的石头之后 我需要来到这个工作台面前来制造工具 这个距离即使我没有拿到它 我也能在这里进行制造 首先我制作了一把武器 还有一个铲子 麦琪真是给你的拿着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三个工具 好的 姐姐谢谢你 小意思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处境正在好转 是的 你说的没错 现在我们有了石头工具 姐姐我有点啃了 这个水我能喝吗 可是麦琪这是我们唯一的水了吗 不是吧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办法喝水 别担心 一定会有办法的让我来看一下 等等那边有个口 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姐姐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我这里有一圆海绵 我可以利用炉子跟这块海绵 制造更多的水 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可惜 麦琪你别想那么多 你看我操作就行了 现在我需要搭建一座桥梁 抵达如此的另外一桶 然后我要把海绵放在炉子里面去烤 快看我们的海绵正在变干 很好 这个桶里面成功收集到海绵里面的水 麦琪看 我们成功得到了一桶水 看起来太棒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这里扩大一点 在这里制造一个无限水源 今晚我们就有用不完的水了 即使我们拿掉一桶 它也会自动补充 太棒了 我们都做了 我再也不用担心会被饿死了 是的 不过 姐姐虽然不担心饿死 可是我现在都好啊 好吧 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食物 我得想想办法 或许 这个空中的方块下面会深埋着一些物资 我们要不要尝试向下挖掘看看 有道理 我们赶紧动手吧 我孟琪快看了 我居然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通道 我们赶紧先去看看吧 说不定隐藏有某种宝物 快看了 这里有一扇门里面会有什么呢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麦琪有意外发现 这里有一个大箱子 里面会藏有什么东西呢 会是食物吗 不确定 我们赶紧打开看看 挖麦琪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里居然有满满的一箱土豆 挖太棒了 我喜欢土豆 我可太爱土豆了 你们喜欢土豆吗 这下我们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 我们走吧 我们回到地面上来建立一个土豆农场 这样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食物 我们生活在这里将不会再挨了 听起来很棒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动手迷地 把这里变成一片土豆农场 最后我要往这里全部种上土豆苗 我们现在正式成为了农民 现在我们这里看起来非常棒 有了食物和水源在这里生存下去 将会变得更加容易 是的 不过麦琪 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这样就能保护我们免受自然灾害的清洗了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赶紧建造一个吧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地方的泥土方块都收集起来 收集的差不多之后 我需要建立一个屋顶 就像这样 看起来很不错 今天有两个半小时的忙碌之后 我的房子也终于完工了 快快买起我们的房子建好了 这里你看起来也太完美了 现在只是放上两张床用于晚上休息 现在这里简直完美 除此之外 我还煮了一些土豆 我们可以吃饭了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这个大方块变得适宜居住 现在的生活也并没有那么糟糕 快看啊 下雨了 还好我建造了这个棚子 不然我们现在就要变成落汤鸡了 只要我们不离开下面那群臭僵尸 就无法伤害我 是的没错 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能挺过这场危机的 危险通知危险通知我的世界中 即将遭到史上最大的龙卷风袭击 据专业调查组调查显示 此次龙卷风的破坏力 预估将会达到恐怖的 1000颗AT炸弹的威力 到时只要是龙卷风锁到地方 不管是森林还是房屋 都会被摧毁殆尽 因此还请各大村民 紧急避险躲过这场可怕的天灾 天的俊哥你快醒醒呀 我们遇见大麻烦了 铁柱发生什么事情 来一大早上这么着急忙慌的 外面怎么这么吵 村民们看上去好像都在搬家 是这样的俊哥 刚刚我们通过新闻得知 史上最大的龙卷风 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村落了 到时候我们整个村落的一切 都会被毁灭殆尽的 所以现在村落上的村民 全都慌张地逃离呢 天的铁柱 我已经看见那个恐怖的龙卷风了 说实话 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大的 看来新闻上 没有在开玩笑这么大的龙卷风 肯定会瞬间 把我们的村庄给摧毁掉的 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我已经能感受到 那个龙卷风的破坏力了 是的铁柱 我们现在必须要赶快撤离这里 现在那个龙卷风已经降临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办法阻止 要是我们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恐怖会有狗带的危险的 就是这个港口我们可以利用 箱子中的船只逃离这个岛屿 好的俊哥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那个龙卷风已经开始追过来了 是的铁柱 我们必须要加快点速度了 要不然以这个龙卷风的破坏力 我们休想离开 俊哥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差一点就要狗带了 还好我们逃跑的速度 够快找到了这个小岛 是的铁柱 不过我们还不能高兴的这么早 以那个龙卷风威力 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消散的 它很有可能很快 就会到达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岛上 那俊哥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呀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 再逃离到下一个地方了 有了铁柱我们可以趁着 那个龙卷风没有来临的时间 赶快在这个小岛上 建造一个避难所 好的首先我们使用 岩石方块打造出房子的地基 我们这次尽量将地基打造的小一点 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防风效果 等地基打造完成后我们就可以 在上面使用玻璃方块 打造出一层观察区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有更好的采光 而且还能更好的观测龙卷风的动向 好的这样一个房子的大致框架就搭建完毕 剩下的就可以按照传统建造就可以了 太好了终于把这个房子给建造出来了 俊哥你快点跟我来我在 这个小岛上发现了一些好东西 铁柱你怎么这么开心 不会是捡到什么宝藏了吧 俊哥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一下就被你猜中了 快点跟着我过来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地下裂缝 太好了铁柱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下面很有可能蕴藏了很多稀有矿石 走我们快点下去看看说不定 我们这次真的能翻身农民把歌唱了 天尼俊哥这个下面居然有这么多含金矿石 有了这样我们岂不是真的要发财了 是的铁柱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挖掘太久 要是那个龙卷风突然来领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定的危险的 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 还是挖掘一些就躲进避难所吧 好了铁柱今天就挖掘到这里 我感觉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 那好吧铁柱我们快点回避难所躲避灾难 天哪真不敢想象我们居然挖掘了这么久 时间都已经到了夜晚了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铁柱昨天睡得真的是太舒服了 我们今天早上吃点什么早餐呢 等等铁柱什么声音好像是从海上传来的 天哪没想到那个龙卷风来的这么快 看上去他似乎比上次增大了许多 铁柱我们快点躲进房子中去 以免受到他的伤害 遭了这个龙卷风的威力 看来比上次的更加强大 就连我们为他精心打造的避难所都抵挡不住了 不行我得赶快利用白色方块将缺口堵上 要不然我和铁柱可就要危险了 铁柱这个龙卷风怎么感觉像是有生命一样 会不断的自我进化变得越来越厉害 铁柱我也有这种感觉 难道说那个龙卷风是通过神秘力量制造出来的 看来我们必须要去找巫师询问一下情况了 也许他能知道一些关于这次龙卷风的情况 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 就是这里了真没想到巫师居住的地方 居然这么偏僻我们快点进去吧 你好巫师我们有急事找你 你好村民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呢 是这样的我的世界中最近出现了 一个可怕的龙卷风它似乎有生命一样 不断的增长力量来到处破坏村落 所以我们想来询问你一下知不知道对付它的方法 什么一个会生长的龙卷风 遭了难道是邪恶组织 利用黑魔法制造出来的破坏龙卷风 要是让它任意发展的话 到时候我们整个世界都会遇见危险的 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能收集到足够的稀有矿石 然后让我把它制造成对抗它的魔法吧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彻底解决它了 稀有的矿石有了铁柱我们不是 发现了一个稀有矿石的山洞吗 等着我们巫师我们这就去收集矿石 铁柱事不宜迟我们快点按照巫师的要求 在这个山洞中寻找并挖掘出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抓紧一些时间 要不然的话等到那个龙卷风力量不余强大 就连巫师也没办法再消灭它了 好的为了我们能快速收集我们一人一遍 骏哥这个些矿石已经可以了吧 是的铁柱这些矿石资源已经达到要求了 我们快点给巫师从去制造魔法棒 你好巫师我们把那些矿石资源带来了 干的好铁柱我这就使用魔法来制造魔法棒 好的成功了我们快点前往小岛 去寻找那个可恶的龙卷风 巫师你快看那里那个龙卷风有来了 而且它的体积比上次的还要大 好的我已经看到它了阿俊铁柱 你们快点往后退 骏哥你说巫师能够消灭这个龙卷风吗 铁柱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我们要相信它 太好了 把骏哥那个龙卷风果然消灭了 是的铁柱这场灾难已经结束了 假如你在我的世界中突然发现一个神秘的坑洞 答应我赶快跑 千万不要走过去 不然的话就会见到可怕的事 我是三娃大家都放假了吗 现在我正在看我最喜欢的动画片 你们猜猜这部动画片叫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肯定知道它的名字 因为你们大多数人肯定看过它 等等有警报声 大白天的这事发生了什么 保安大队都已经到我们凡村口了 真是太奇怪了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赶紧过去看看 我们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很想知道 我的天你们看到了吗 太可怕了 那棵树上居然倒挂着一个村民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噩梦 原来这是我们村里失踪的一个村民 但即使他们失踪了 保安大队还是找到了村民 然而不幸的是 此时的村民已经去见上帝了 保安大队认为我们的凡村 是受到了某种可怕的诅咒 你们觉得是什么呢 现在保安大队正在努力 找村民失踪的原因是什么 但我似乎发现了一条线索 也许我应该告诉保安大队 和他们一起破案 找出幕后真凶 所以用你们的小星星为我们加油 现在我们正跟着这些脚印走 但这些脚印似乎直接指向阿丽的家 等等 去阿丽家吗 我的天啊 难道我的好朋友阿丽是幕后真凶吗 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可是为什么这些脚印会直接指向他的房子 我的天啊 快看看阿丽的房子 他被某种蜘蛛网覆盖着 而且全是白色的 屋子里面到处都是 真是太可怕了 我真不敢相信 难道阿丽是某种怪物绑架了吗 一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我不敢想象阿丽当时有多害怕 我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样才可以找到我的好朋友阿丽 有一只蜘蛛跑出来了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蜘蛛吗 也许这只小蜘蛛一定和阿丽的绑架案有关 如果我一路跟着他 或许我们就能找到他们的同伙 从而找到我的好朋友阿丽 但我不认为这么小的蜘蛛 能把阿丽的房子弄成这样的丑陋 一定是有更危险的大怪物在这里 但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冒这个险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洞里再挖身一点 然后走进去 看看里面藏着什么 因为一般的聪明怪物都躲空穴深处 我倒要看看洞穴底下到底隐藏着什么鬼东西 我的天啊 我看到一个长满蜘蛛脚的人 他的背影太相似了 可是眼前的景象却就让人惊恶不已 那真是我的好朋友阿丽吗 我缓慢走上前去 阿丽 是你吗 你现在慢慢的转过身来看看我 哈哈哈哈 三娃你终于发现了一切 竟然还找到了我 天哪我真不敢相信 阿丽这些可怕的罪行都是你干的吗 但是为什么呢 我真不敢相信 我的朋友阿丽原来是个真正的凶手 现在我要和我的蜘蛛大军要把你们消灭了 然后占领帆村并摧毁它 并且也要把你吃掉 这也太吓人 我这细皮嫩肉也不好吃啊 真正的阿丽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想你一定是某种邪恶的力量上身了 现在这么多红眼蜘蛛对我虎视眈眈 我得想办法把它们全部消灭 这里居然还有一把钻石剑 我得好好利用它 因为它的伤害非常的高 钻石剑看起来效果非常好 三下五除二就打败了这些红眼蜘蛛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发生的一切 就像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梦 我的天终于从那黑暗的洞穴爬出来了 没想到凡村居然到处起火了 阿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要烧活我们那曾经生活的凡村 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 我似乎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已经有点不认识他了 我们走了这么长一段路 最后却成了敌人 你也许是蜘蛛之王 邪恶的化身 但我知道在你灵魂最黑暗的角落 仍然住着我认识的那个真正的朋友 我相信一定会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我要制止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我不能允许你继续做破坏你周围的一切 我会为我们的村庄 为我们所爱的人 为你现在的样子而战 我希望你心里还有一点任性 到那时你会明白你做错了什么 阿丽你怎么能变得这么可怕蜘蛛怪 成为真正的邪恶化身 蜘蛛之王 我真不敢相信 和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 和你一起分享喜怒哀乐 你竟然会变成这样 但即使在这可怕的伪装下 我会为你而战 我能帮助你打败你内心的邪恶 你快醒醒抛弃一切幻想 我是你的好朋友三娃 我不会离开你的 也不会背叛你的 可是无论我怎么说都改不了什么 眼前的这只可怕的蜘蛛怪物 它的力量能摧毁我们美丽的凡村 并且疯狂地攻击我 而我又没有武器可以打败它 朋友们 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天阿丽好像要跑到什么地方去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然后拯救你 虽然你对我们村子做了那么多坏事 但那一定不是你想要的 等等 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的同伙一直在这里吗 天阿 我不敢相信他们就在我眼皮底下 我从早上就看到这个地方 不管这沙子底下是什么 我都要下去一探究竟 这里似乎是另一个蜘蛛巢穴 洞穴口还有小蜘蛛守着 难道是我进入了蜘蛛王的洞穴了 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的天这里有这么多蜘蛛 我对付不了 你们看到了吗 我早就知道了这只蜘蛛不是真的阿丽 它应该是假扮的 快看真正的阿丽竟被关在笼子里 我就知道 真正的阿丽绝对不会这么做 可是没想到这洞穴下面这么多的红眼蜘蛛 看得我头皮发麻 你们说怎么办 也许我现在必须拿出我的杀伤武器喷火枪了 因为只有它才能一举消灭他们拯救我的好朋友阿丽 小蜘蛛们 现在我要把你们摧毁掉 让你们从这个地球上梦去 对我们的村庄 对我最好的朋友阿丽所做的一切 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 终于把这些讨厌的红眼蜘蛛消灭得差不多了 你这个假扮的蜘蛛精给我下来 现在我只能用弓箭射它 并不能下这个洞穴下面 你们终于发现了真相 我也假扮了真正的阿丽 但现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恶魔即将来临 在这可怕的混乱中 你们都将被牺牲 这是你们的末日 真是奇怪 这蜘蛛精死到临头了还在那里胡说八道 现在你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 善良总是能战胜邪恶 太好了 我们终于打败了这只可怕的怪物蜘蛛精 你就在熔岩下享受火辣辣的燃烧吧 现在我们终于要拯救真正的阿丽了 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这么远的距离也许可以用方块搭建一座桥 那样就不用害怕底下的熔岩和这些凡人的小蜘蛛了 那里还有一把钻石剑 那可是好东西 也不能浪费了 因为钻石剑可以很轻松地把这笼子打碎 三娃你终于来救我了 这里实在太吓人了 那蜘蛛精没日没夜地逼我说出樊村宝藏的秘密 是的 多亏了大家小心心的帮助 我才得以救你 如果还有十分钟就会有一场熔岩海啸袭击你的家 你会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 今天真的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正在这里悠闲地吃着苹果 今天应该和大傻春去哪里冒险好呢 方块哥快出来 快点离开这个房子 大傻春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要敲碎我的玻璃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着急 有一场岩浆海啸正在向我们的村庄涌过来 熔岩海啸什么熔岩海啸 没有时间解释那么多了 很多村民已经开始逃跑了 我们也得抓紧时间逃跑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不然我们就都得完蛋了 熔岩海啸一旦袭来整个村庄会瞬间被消灭 我们也不例外 这太突然了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面临的第一场灾难了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考虑村民了 因为我们救不了那么多人 我们得采取一些行动 一味的逃跑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否是安全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让我先冷静一下想个对策 跟我来 我有个计划 但是我们得先回家 那里很危险 方块哥熔岩海啸马上就要到 我们不应该回去 我会慢慢跟你解释的相信我大傻春 如果我们要向外面逃跑去寻找避难所的话 不如我们就给自己建造一个避难所 自己建造避难所吧 我们应该怎么做 短时间内我们没有办法建造太大的避难所 但是不用担心跟我来 我家里有一个特殊的魔法药水 它能让我们变得非常非常小 拿着大傻春 喝下去之后你就会马上缩小 我真的变小了方块哥 现在我们只需要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小的避难所 就足够让我们躲避这场灾难 成功活下来 这是我们活下来的唯一机会了 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找个地方 盖一个我们的小避难所 我们应该怎么做 只有水才能抵挡熔岩 所以我们一个用水来建一个水屋 你确定这能挡得住熔岩海啸的强烈攻击吗 方块哥 我不敢保证 但是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唯一的办法 这看起来很神奇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有一点会用水块来建造一个房子 我们现在要用回来做墙壁和屋顶 我们可以穿梭自如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门 这听起来很酷 一个没有门的屋子 我希望村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躲避熔岩的避难所 不过他们应该找不到像我们建造的那么牢固的安全屋 因为我们是这里最厉害的建造师 即使是安全屋 也不能做得太随便 我们要保证它是牢不可摧的 这样熔岩才不会轻易地把它摧毁掉 建造一个水房子并不简单 它并不像普通的积木房子一样 但是我想我们应该能应付得过来 虽然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 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需要尽快完成这座水房子 熔岩海啸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们得在它到达之前完成建造 我们的村子马上就会被摧毁了 这是多么的可惜 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大自然的灾害是非常强大的 以我们的能力是无法抵御这么大一场海啸 我们阻止不了它 如果我们有超能力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阻止这一场熔岩海啸 可惜我们没有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这一个水房建造好 我们应该缩小村民和动物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建造这个水屋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缩小药水 而且爷爷很难做到 因为村民早就不知道都逃去哪里 当熔岩海啸流进村庄后 我们的木屋将荡然无存 所有的钻石和铁都会被销火 这真的太可怕了 我们将会失去很多东西 到时候这里可能会重回原始时代 一切都要再从头开始了 别担心太多了 等我们建造好水屋 躲避完这一场灾难过后 我们可以建造自己的矿井 重新开采新的资源 我们一定能熬过去的 现在我们都在努力地拯救对方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组装一些家具 让它看起来就像是我们的木屋一样温馨 是的 这不仅是我们的安全屋 也是我们的家了现在 让我们来给这里布置上一些漂亮的家具 幸好我们的身上有多余的物资 不然我们将会面料睡地板的风险 我们还需要储存好足够的食物 因为我们不知道需要在这里面待多久 可能是一天 或者一个星期 又或者是更久 幸运的是我们每样东西都几乎不缺 这很利于我们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下去 等灾难过去后 我们得把熔岩全部清理掉 然后重新建造新的木屋 可别指望村民们会帮上什么忙 我们只能靠自己 我想我们应该能完美地把原本的村子复制出来 当然 但是这得花上一大笔时间 我们会非常的累 等灾难结束后 还有很多工作在等着我们 熔岩离我们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让自己活下来 不用害怕大傻春 我相信这座水屋一定能抵挡地住这场熔岩海啸 我们一定能够活下来 这座房子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苦 它很完美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建造它 我相信它一定能对抗熔岩的 我有信心它可以撑得过去 抵抗熔岩的袭击 毕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建造它 我想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们可能还需要做点什么 一起来对抗熔岩 这座房子非常的有趣 我们可以自由的漂浮在屋顶上做好准备 熔岩马上就要来洗了 它将会从上面淹没我们 这非常的危险 但是没有关系 我相信我们的房子可以承受住这一切 我们现在也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 如果我们出现一点错误 熔岩就有可能会把我们给吞噬掉了 别担心太多了方块哥 你需要冷静下来 想的越多事情就越多 我们活下来的机会也就会越小 现在我们做的只有等待 等待熔岩海啸把我们的房子给覆盖住 等了很久 终于熔岩海啸还是来了 我们的水屋的上方现在全是熔岩 我感觉水屋的温度在增长 水屋在发烫 是不是因为熔岩把水给煮熟了 看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找到一条逃生的 绕过海啸逃出去 不然我们继续待在房子里面会被煮熟了的 现在情况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糟糕 因为我们进退两难 我们得出去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给自己找一条退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熔岩什么时候才会完全走 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 我们可能会被煮熟的 这真的太可怕了 熔岩覆盖了我们所有人的房子 我们需要建立防御 建立一个新的水墙 等等火机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这些水块可以吞并熔岩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水块来清理熔岩 让我们用水块来清理掉这些熔岩 这真的太棒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胜利 我们得修一条路 让我们通往外面 我们还可以扩大土地 事实证明水比熔岩还要强 因为一些水可以覆盖掉一大块的熔岩 或许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水块来拯救我们的村子 让我们去村子里面看看 我们的房子看起来不太好 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 熔岩已经进入到了房子里面了 如果我们现在来拯救这些房子的话会很冒险 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些房子能坚持多久 这些木块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砸到我们 这里太热了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感觉我们可能要失败了 不能放弃大傻村 我们尽快穿过这里 现在周围的一切都在燃烧 周围都是岩浆 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去 在熔岩里面逃跑是真的很痛苦 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我们是这个村子现在最后的希望了 我想我们最好尽快回到水房子里 这里真的太危险了 因为这里都是树木和木屋 这会让熔岩燃烧得更加厉害 或许我们不应该出来的 因为外面会更加的危险 利用水块把这些熔岩浇灭 我们得赶紧找到回去的路 我想我再也不想体验在熔岩里面游泳的感觉 终于回到了 我们安全了 假如你和你最好的朋友 不小心被困零下几十度的北极 你们会怎么做 大家好 我是阿俊告诉你们一个极其不好的消息 我和铁柱在外出游玩的时候 遇见了史上最大的海上风暴 导致我们不小心被困在了寒冷的北极 俊哥这真的是太冷了 我感觉我随时都能变成冰雕呀 是啊 铁柱以我们现在身上的供暖物品 压根不能保证我们在这么寒冷的天气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先去那个损坏的轮船上 找一些保暖的物品 然后再想办法逃离这里 好的俊哥我们快点去吧 要是再不找到郁寒的物品 恐怕我真的就要狗蛋了 是的铁柱真希望这个轮船里有我们想要的物资 等等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若好由于北极的温度太低了 这个轮船的物资仓库已经被完全冰冻住了 看来我们想要从这个轮船里 收集物资的计划破灭了 俊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要是没有这些物资 我感觉我们连一天都生存不了 有了铁柱这个轮船在经历海上风暴时 肯定遗落了很多物资在这附近 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搜索这些物资 来帮助我们解决眼下的窘境 等再过一段时间后北极的温度就会升高 到时候寒冰融化我们再来这里 拿出船舱里的物资 好了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在四周搜寻一下吧 俊哥这四周我们都找一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物资 你说会不会是那些物资也被吹进海里了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等等铁柱你快看前面那个雪堆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俊哥真的呀看上去有点像木头做的东西 难道说这里面就是从船上掉落的物资 有可能的铁柱我们快点把这些东西挖出来 偏离这个木头做的东西看样子很大呀 俊哥真希望里面有吃的 我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太好了终于清理干净了 真的是累坏我了 俊哥快看这个不是从船上掉落下来的物资 而是一处用木质方块搭建的房子 是的铁柱我想我们有救了 这应该是以前北极科研人员留下的检疫基地 里面肯定有我们想要的物资 铁柱我们快点进去吧 外面真的是太冷了 俊哥我感觉我的体温又回来了 铁柱这个房间里确实暖和 而且里面的基础设施还非常的齐全 我们快点搜索一下这些箱子里面 看看有没有我们想要的物资 天泥居然有这么多食物和工具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肯定能坚持到天气暖和了 俊哥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先让我尝尝这些食物味道怎么样 等等铁柱这些食物好像有点不对 应该是放在这里太久有点变质不能吃了 快点把这些食物全都吐出来 要不然你会生命呢 俊哥我说这些食物怎么喂到这么奇怪呢 原来食物都已经过期了 那俊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要是没有食物的话 我们肯定坚持不了过长时间的 是的铁柱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解决一下食物的问题 有了我们可以利用一下 这里的工具出去找一些可以使用的食物 首先我们先去这个基地的武器库中 拿一些可以防身的东西 把这个按道大门打开 从这里下去就已到达武器库了 俊哥你快看前面有两身盔甲呀 我们快点过去把这些装备上去寻找食物吧 天哪真的是痛了我感觉我的脚都要被夹变形了 铁柱千万不要莽撞呀 看来这地上是设置夹子机关了 要是这么硬闯过去的话 我们俩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看我的铁柱在过这种夹子机关的时候 我们尽量使用双连跳通过 这样就可以快速地到达对面不让机关出发 俊哥这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也通过了 好的铁柱我们快点把这些装备穿上吧 有了这些盔甲不仅可以为我们抵御伤害 而且还能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 快点出发吧要是到了晚上外面的温度 可不是我们能够应付的 俊哥你带我来到这里是干什么 这四周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啊 是的铁柱这周围没有 但是不代表着冰下面没有 在北极这个地方鱼类食物 是最容易获得的食物物资 那俊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地捕获鱼类物资 首先我们先选取合适的地方 使用炸药把冰层破坏一小部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鱼竿钓去海鱼了 好的铁柱我们快点远离这里 以免炸弹威力波及到我们 太好了 俊哥我们成功了冰面被炸砍了 是的铁柱现在我们可以利用鱼杆来钓去海鱼了 看来是时候展示我的钓鱼技术了 看我直接一发入魂成功抓捕了一条海鱼 俊哥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样下去我们肯定能囤够过冬的物资了 好的铁柱我们快点继续钓鱼吧 等等什么声音好像是从铁柱身后传来的 天的铁柱我们快点走呀 那个好像是头北极熊 俊哥救命呀 那个北极熊一直在追赶着我呀 是不是因为我们抓鱼的地方是他的领地 铁柱也不说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必须得加快点速度 回到基地里面去躲一下 要是让这个北极熊抓住的话 我们可就要危险了 好的俊哥我已经使出了最快的速度了 铁柱我已经进入基地了 你也快点进来啊 俊哥我也进来快点把这个大门关上 太好了终于安全了看样子 那个北极熊是进入不了房间里了 是的铁柱我们安全了 而且我们过冬的食物也已经收集往毕了 剩下的时间我只需要躲在基地里 等待天气暖和修复好轮船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俊哥终于把这个轮船修理好了 是的铁柱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驾驶着他回家吧 各位村民请注意 由气象台颁布一则重要消息 史上最强龙卷风即将来袭 据观测将会持续一个月 请所有村民做好防范措施 哇麦奇你看到了吗 龙卷风要来了 看到了 现在外面的风和雨越来越大 我想我们需要去避难了 我们去找一个龙卷风避难所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已经没得选了 麦奇马上将会迎来史上最强大的龙卷风 而且还会持续一个月 我们必须要在龙卷风到来之前建立一个避难所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建立呢 要不就在这里吧 哇这雨下的也太大 我敢打赌 这一定是我的世界中最大的异常 麦奇我们就在这座房子的地下打造一个避难所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我双手赞同 我可不希望房子被龙卷风吹走 所以我们需要加固一下房子 把房子的下面换成坚固的石头 就像这样把它们建立在这里 好的 让我们加快速度建造避难所吧 我们朝着这个地方继续向下挖 我们一定会打造一个非常完美的避难所 我们得快点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我们把避难所建立在地下 靠我们两个人这样挖确实需要时间 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吗 我有办法 我们直接用炸弹吧 什么炸弹 是个好主意 如果我们引爆TNT炸弹 它炸出来的空间远比我们挖的速度要快 哇 看起来真不错 再安装一个挖 太棒了 起作用 哈哈还不错继续 我要在这边开辟一个更大的空间 这个想法不错 我和麦奇直接用TNT炸弹打地下挖 这比我们自己挖的速度快多了 我想我们应该能在龙卷风到来之前建立好这个避难所 我想这些空间应该已经足够 来吧 我们把这些边缴料把它清理干净 把它变成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我们还是得要行动快一点 万一在龙卷风来到之前没有完成 那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 这跟普通的避难所不同 我们需要在这个避难所里面待上一整个月 我们把多余的石头挡破再用石头 将一些坑田上 为了使我们的避难所更加坚确 我们用石头替换这些泥土 好吧 现在我们的避难所看起来相当不错 我再往这条石柱上安装上梯子 这就是我们的入口 把梯子安装好之后 我再往地面上装上一个阀门 哇 这看起来非常不错 来吧 让我们顺着梯子下去 对了麦奇 竟然我们要在这里盖上一整个月的 那么我们还是要准备很多东西 还是要准备什么呢 我需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卫生间 就在这个角落建立一个卫生间 你觉得怎么样 好主意 我要厕所放在这一边 再加上水 浴室的话就在厕所旁边吧 完美 当然了 洗漱间怎么能少得疗浴缸呢 麦奇别玩了 末日时刻我们要节约用水 好的 目前的话我们打卫生间建立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需要建立起墙把它们隔开 就像这样 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非常完美 对吧 是的 那么下一个需要建立的就是我们的厨房 在这生存的一个月之内 我们肯定要做饭吃点 你说的没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厨房 那我们就在这个角落建立起一个厨房吧 好主意 我们先从厨柜开始来 这面墙里面放上五个橱柜 然后再放上微波炉蒸面包机 洗碗机 然后是烤箱 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冰箱 哇哦 姐姐简直就像是一个哆啦梦 有白宝箱 你看最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太棒了 哇 看起来真不错 优雅简直太优雅 等会排气扇应该放在火炉的上面就像这样 嗯 不错 来吧 让我们继续完善一下 这是我们的餐桌 我们可以一起在厨房旁边吃我们做的饭 好漂亮的厨房 我没弄完了吗 我想应该还没 龙卷风来袭的话 我想到时候可能会温冷 那就让我们做一个暖炉吧 好啊 太棒了 我们把它建立在楼梯旁边吧 然后我们需要点 已经感觉周围都已经暖过起来了 我的花太危险了 我们需要一些砖块把它围起来 现在已经差不多 我们的壁炉完成了 等龙卷风来袭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冻死了 如果觉得冷 我们就可以靠近这个壁炉来取暖 等等哇好像还忘记一件重要的事 你忘记什么了 我们貌似没有建立卧室 天啊 好像确实如此 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建立卧室 所以我们必须要扩展我们的地下避难 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睡地板 我们需要加快速度 得赶在龙卷风到来之前建立 走吧 麦奇炸弹已经炸出来一个地方 我们去把它修上好 我和麦奇二话不说就开始干五 工作还是跟之前一样 把地上和墙上的这些泥骨 换成坚固的石头 现在应该不多了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接下来就是放上床 把这里变成我们的卧室 就像这样 我们会多做几张这样的双人床 可能还会有其他村民要来这里避难 这些上下部 我想应该已经足够了 我想我们的卧室应该完成了 对了杰杰 我想我们还少了点东西 还少了什么 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这里都已经具备了 麦奇你葫芦里面究竟麦的是什么样 我先不告诉你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毕竟我们好像生活上已经不缺什么 我们还少了电脑啊 杰杰 电脑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需要在这里待一个月的话 那多无聊 我们当然需要电脑来玩一下游戏 打发一下时间了 不得不说你考虑的非常周到 现在我们的避难所已经完全建立好了 是的没错 我们现在可以带那些村民下来避难了 嗯好了 目前村民在这避难所里面很安全 他们在这里生活的很好 不好了麦奇快走 快跟我上去地面 怎么了呢 突然要上去 我们忘了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拿足够的食物 我们必须赶紧上去多拿点食物下来 那我们走吧 看起来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赶紧把农场上的胡萝卜全部收走 我们必须要加快点速度 没多少时间 现在的食物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节节快过来 这边有一片土豆农场 我们把这些土豆全部都收走 很好 我们已经把土豆收割完了 我们现在有了胡萝卜和土豆 虽然这种情况很危险 但我们也必须冒着风险出来寻找食物 否则没有食物 我们待在避难所里面也注定会活不下去 走吧麦奇 我们快点过去了 现在雨越来越大 而且风吹得也越来越强 不好这些玻璃被吹破了 现在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估计这房子要离住 麦奇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下去避难所 哇 现在外面简直太危险了 是的 好在我们建立了避难所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出去弄到更多的食物 没关系 至少我们现在储备到有足够的食物 希望我们能撑过一个月吧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 两周之后 姐姐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了 怎么回是不是把食物这么快就吃完了 我们还需要在避难所里面生存两周呢 没食物了可怎么办 可是现在外面台风已经来袭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出去 都怪我们之前没有合理的分配食物麦奇没办法 我们现在必须要出去找点吃的 可是外面的龙卷风很严重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食物的话待在这里也活不下去 我记得村子里面有一个储存常识 里面肯定是会有食物的 我们现在只能去那里碰碰命气 我想你说的对 来把麦奇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一身语仪装备 换上它我们就走了 好的我们出发吧 可是我有点害怕 别害怕麦奇我也在 走吧 我们必须要注意安全 希望打开这个舱门 我们的村子还在 哈 这是我们的村子吗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的村子全被这个龙卷风给吹 哎呦 麦奇龙卷风把我吹跑了 姐姐你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吗 你去哪里了 我现在在天上 我现在得想办法回到地面上 我被风吹得越来越高了 麦奇你要想信 即刻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你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我看到了麦奇在地上乱跑 然后风力逐渐变小 我慢慢地飘回到了地面上 Oh my God 麦奇刚才那个风真是把我吓倒了 还好平安回来了 走吧 我们从这边绕过去就能抵他储藏室 现在我们的村子真的很乱 储藏室就在那边 我们在家把进很快就抵了 就是这儿了 我马上就到了 这个储藏室怎么没有入口 我们怎么进去 那个是防盗系统入口 在这一边快供了 看起来不错 我们赶紧进去吧 这么大的风和雨 我真的是受够了 太棒了 我们终于进来了 真是松了一口气 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应该是很安全 是的 没错 走吧 姐姐我们赶紧去拿到食物 然后回到避难所 你看麦奇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希望里面有吃的 哇 里面有土豆 还有胡萝卜 但是也有坏掉的土豆 不过这里也还有是有不少事的 我们把这些食物全部收走 我们现在已经拿了这么多东西 已经足够我们撑过接下来的两周了 快点我们拿上就赶紧回去吧 大家都还在等着我们回去吧 是的 我们走吧 这非常棒 我们带着食物安全的回到了我们的避难所 接下来这段日子 我们可以在避难所里面轮到龙卷风过去 我们再出去 在我的世界中 你见过最稀有的房子长什么样 今天整点不一样的 我要挑战收集最稀有的方块 打造一个我的世界中最稀有的房子 我敢打赌 你绝对没有见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一些稀有的方块如何获取 而我将要用它们来打造一个房子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算是清单上最容易找的一个稀有方块 也非常难得到 例如这一个粉色羊毛 它只能来自于一个自然生产的粉色绵羊 可是粉色绵羊只有一个 没有另一半 它该怎么完成生产 好吧 这真的很罕见 不过我现在需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制作大量的烟花 这样我就能利用烟花飞行到空中 来寻找我所需要的材料 哇哦兄弟们 我发现了一个蘑菇岛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啥 可以去查看一下我的世界最稀有的生物群落 刚巧我需要一个这样的方块 直接原地开挖 不愧是丝绸触摸稿 我还担心它没用来着 果然没辜负我的期望 它很好地帮我获得了第一个稀有方块 好了 接下来该去寻找下一个 我在空中大约已经飞了快半个小时了 还没有发现粉色方块 这玩意儿简直不要太难找 可以等等那是什么 我的老天啊 我发现了 我终于找到了 粉色绵羊 天知道我找它找了多久啊 小肥羊我需要你成为我的方块吧 又收集到一个 现在我可以回家把我的房子补上一些方块 这就是我房子加上两个方块的成果 加上两个方块之后 我的房子看起来好多了 一旦我拿到其他稀有方块 我的房子将会是我的世界最炫苦的 好了 接下来我的目标是翡翠方块 因为这是我这次挑战中最难找到的 你可能会说最难找到的不是钻石吗 我想说的是不是的 我今天要找的这一款 翡翠方块才是最稀有的 好吧 我已经在这里挖了两个半小时了 还是没有找到 还是希望老天保佑我能尽快找到吧 一开始我想的应该只要我用心找很容易就能找到 看来还是得要花点时间 就这样 我一直在矿洞里面挖呀挖呀挖 挖小小的矿洞找小小的方块 哎 要实在挖不到就走吧 我不等等 这是什么 黑伙计我找到了 我的天啊 我还以为得挖上两年半才能找到 哈哈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被我找到了 现在我要把翡翠方块建造在我的房子上 我的稀有屋子又多了一名成员 好了 我岂非该去寻找下一个了 收集下一个石块我需要去一趟沙漠 现在我在沙漠里面挖呀挖呀挖 凭借我惊人的挖坑天赋 我收获了满满一口袋沙子方块 然后用沙子做成了炸弹 好了接下来该去火山洞了 我需要收集36个巧克力方块 再合成一个黑方块 这也太麻烦了 但是这是我的挑战 再难也要做到 我这次不用挖的 我直接用炸弹给铺满 好了开始 无狐 哈哈哈哈 这不比我自己挖坑要快多了 挖这里好多巧克力方块 我想我应该能在这个火山口收集到足够的巧克力方块 没有方块我就继续用炸弹炸继续开采 事实证明 用TNT开采矿洞是最方便快捷的 除了收集巧克力方块以外 我还准备收集一个矿石 不过有TNT在 大大缩短了我的开采速度 最后我收集到了42个巧克力方块 最后我成功的把我采集到的稀有方块运回了我的屋子 再加上这三个方块 我的屋子距离成型已经差不多了 我真是越来越期待它完工后的样子 好了 接下来记住我需要找到的方块 这些只会越来越难找 想要得到那个黑色方块 必须要杀死三头蛇 所以我必须去到地狱 只有地狱才能找到它 居然那么快就找到了一个 你今天是不用上学吗 待在家里 成功消灭了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我在不断地在消灭窟窿 最终我消灭了上百个窟窿 好了 既然收集的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我要在这个地方挖个深坑 我最后挖的这一个走廊足足有1公里 好了 现在我可以开始制造了 我的天哪 是什么东西怎么产生了那么大的伤害 但是我又不是吃素的 直接几招就把它干趴了 是的 拿着这个 我最终可以制作出我需要的方块 嘿 这将会是我稀有屋子的新成员 好的 我想我会把它放在这 好的 接下来我要找到下面这五个五颜六色的方块 因为它们只有在海洋里面才会 所以我飞行了几个小时找到了海洋 哇 这些珊瑚看起来真好看 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五颜六色的珊瑚方块 收集够我所需要的方块之后 我返回到了我的房子旁边 我就放在这怎么样这个珊瑚快乐时 看起来很完美 不 什么情况 我的红色珊瑚方块怎么变成石头 好吧 我知道了 是因为它没有水 它离开了海洋不习惯 我给它们地上加入了海水 这样 它们应该就不会氧化了 瞧 非常棒 我想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去寻找其他方块 如果我下次回来它们还氧化了 我想我一定会非常生气 好了 接下来我要找到这另外三个方块 但问题是这个僵尸的头很难得到 好了 现在我找到了我所需要收集东西的地方 接下来我要先把那个龙头拿走 对就是这个 怎么样戴在我头上 很酷 对吧 它也将成为我建造稀有房子的其中一员 在此之前我的房子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 不过我还是要收集到这些东西 好了 要去找苦力爬和僵尸吧 K就是你们 害我好找啊 你们几个 我去被苦力爬偷袭了 我忘了 要等下雨配合雷电才能拿到黄款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半小时了 天上没有一点要下雨的样子 我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等待 不过最终终于等到下雨了 就是现在是收集它们的好时机 就是这样 好了 成功搜集到了 我已经分别收集到了僵尸苦力爬和骷髅的房间 接下来我要把它们安装到我的屋子上 就是它们几个怎么有点小 不过问题不大 经过我千辛万苦的收集其他材料 然后把它们都打在了我的小房子上 最终 我的世界 最稀有的房子就是这样 我基本看起来很酷对吧 我也觉得很酷 我敢打赌 我的世界中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房子 像它这般全是稀有材料 我保证 好 好 好